每次我们都说有人在带风向呢 现在所谓的1450 他们有时候都会在网路上贴一些梗图 让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好像是这样 然后你就相信了 如果说你没查证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看我们中天新闻的话 你可能还真的会相信呢 好首先呢我们要带你来看 现在呢国民党就来爆料说 政府杨小编一张梗图 四千 这些梗图 一张梗图四千元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 曾明忠他们就提案要来修正这个预算法 国民党的青年团前总团长田芳伦就说 民政党政府呢 这几年是用我们的人民纳税钱 用公帑来养网军 这些四千元 你跟我都有出道前 而且呢 他说价码越来越惊人 越来越嚣张 所以现在呢 跳出来呼吁大家 呼吁立委应该要力挺修法 田芳伦来举例 被称之为1450始祖的春露这间公司 在去年就被踢爆说 以远超过市场的行情价 他们拿下了台铁的工程建设 政府政策的这个网路行销 半年600万元的标案 然后呢又取得了一年949万的同名标案 这短短半年 从台铁他们拿了两个标案 而且呢春露这间公司丝毫不避讳 甚至呢在媒体说 我就是风 何必带风向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嚣张 现在呢国民党跳出来爆料 要来斩网军治国的歪风 提出一算第62条之一的修正草案 主要是蔡政府执政五年来 每年使用政府的大量经贵 在洋网军在做大难宣 所以提案要求以后 各政府机关在做广告行销的时候 必须列明广告 而且每个月做完之后 必须在网站上公告 另外每三个月送立法院变查 他只要的政策目的 希望能够达成行政重力 也能够替民众的钱来把关 我们光以春露这家公司来说好了 他们呢在过去几年之间 标下台铁的标案 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其中啊每一篇的梗图 每一篇的图片 就要花台币四千块 换句话说什么 这四千块都是你我的纳税钱 都是我们国民的支出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帮政府 洋网军带小编来带风向呢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提出 诚挚的抗议 要求要重新调整预算法 针对于这些广告或行销 公关的预算 重新的审视 要将对的钱花在对的事情上面 而不是让政府用康人民之凯 来行行销网军治果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